要跟我说什么 能不能给我准备一台电脑 我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我担心萧红道会起疑心 可以 然后 我不能失联太久 不然我爸妈会有危险 我 我可能会给公爵府 传回一些消息 不过你放心 都是无关痛痒的 既然之前云丽能混进公爵府 我也想用这个借口 搪塞萧红道 最起码 能打消他的怀疑 你自己有数就行 我没意见 记载 谢谢 你有没有想过 把你的父母带出公爵府 当然想过 但是他们太愚重 我不知道 那就打破他们的愚重好了 要怎么打破 你是独生女 我妈身体不好 庄园事情又多 他们连我都没有多余的精力照顾 更别提再生一个了 二姐 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 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说 我要你相信我 而且 不能心软 我当然相信你 至于心软 你是指的哪方面 答应了 我答应 答应就好 其他的我来处理 十分钟后 李翘叮嘱他好好休息 起身就出了门 走廊 楼下说 赫辰砸了下舌尖 脚下一悬 跟着李翘就去了客厅 陈哥喜欢尹老二 你近视眼 那就不用谈了 弟妹 你耍我 不敢呢 我以为陈哥对他有意思 既然不是 那我找别人好了 你先说说 什么事 让尹莫死亡 他背叛你了 假死而已 你在瞎想什么 陈哥以为我要对二姐动手 弟妹 你被少演教坏了 帮不帮 赫辰抿着唇 抬手就戳了下 李翘的丸子头 你都开口了 我能不帮 赫辰 手带开 你以后别做生意 卖醋去吧 请换衣服 要出门 我能不帮你